你好 小姐姐 请问你是住在这附近吗 没有 我家这里有一套房子再卖过来看一下 这种老洋房应该挺贵的吧 还好 老徐汇的地段一个路口到环茂才二十多万 可以带我进去看一下吗 好呀 走吧 建于1927年97岁的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就这里的三楼 三层小洋房 对 这个楼梯看起来好破呀 这你就不懂了 这个房子快一百年了 用文中克的原话说 楼下越破一会儿你就会越惊喜 好 真的吗 那我很期待了 三楼整层 你看就是从你站的这个点到最顶点 差不多有十米的调空 然后有一个老火窗采光非常棒 这个天窗看起来挺不错的 我们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地段 老徐汇 陕西南路 一个路口的环茂 然后产生面积一百一十平 但使用面积在一百五十平左右 我也看出来了 这整个空间还挺大的 对呀 你看这里的调空老火窗采光非常好 对 主要这个层高也挺高的 对 很特别有样 对 特别 然后这边是厨房 当时我们就是请了设计师来装修的 老洋房就是设计师很重要 看这个外面的窗景 梧桐区的窗景 是 这个窗景 而且这个窗的这个形状也挺好看 本来是打算自己住的 但是现在就是要出国了 所以要把它出手了 这里客人卫生间 嗯 一个卫生间 嗯 然后这是第一间卧室 这是做了嵌入室的那个衣橱的 然后窗景还在那里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装一个电视啊什么的 嗯 或者投影幕啊 对 不可以 对 对 对 这边还有一个加湿器 对 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壁炉 就是 给你看一下 哦 还挺漂亮的 对 这个氛围大 对 然后这边是主卧 也是通顶的衣柜 外面梧桐区的窗景 嗯 主卧的窗景 梧桐树下最上海 所以在上海的人都懂 懂的都懂 往这边 主卧卫生间 主卧 嗯 这个房子看下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都挺好的 很干净啊 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最近不打算住在上海 那正好我们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租客 待租约出售 你买下来就可以直接收租金 那太好了 正好适合我 嗯 安排 安排